这节呢我们继续研究一下时间方面的控制 那这边呢我们继续拖动一些视频素材 我们在这个视频上可以看到你完整的视频和元素 和我们看到的图形动画是一样的 你都可以呢直接在图层上选择相应的点 对它进行静止或者说进行移动 比如说你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画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你想让它静止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说把多层Ctrl D或者说Cmd D 通过重复命令复制一份 我们在上面这一层上你直接去右键选择时间 前边我们也看过时间伸缩时间重设 这边还有冻结针 冻结针的话它会出现一个方块 也就是说你这个视频完全从这一针开始冻结了 它不会去冻了 那么在这个针上我们可以说把前边裁剪掉 那你的视频在播放播放的时候 然后到达需要停止的地方就完全静止了 那静止之后后边就完全不会动了 这个是非常容易查看和识别的 我们再换一个素材看一下 那这个素材我们看到密封飞行的速度非常的快 你想看到慢一点的画面 做一点点的慢放 那么右键时间选择时间伸缩 默认速度是100 前面我们也看过 这个命令就是我们下边的这个图标展开之后伸缩的地方 比如你想让它慢一点 50%的速度 这个是更快 可以看一下 飞得更快了 我们加到200 那你就可以让它慢一点 大致看到更精准的一个运动变化 所以这两个命令都是比较容易使用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时间重新设 时间重新设的话前边做图形动画的时候我们也演示过 随便看一下这个片段 我们有这个不同的菜品在桌上进行移动 但是我们想让它不是均匀的运动 产生一个一个菜一个菜运动的变化 所以这边呢就用时间重新设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选择右键时间重新设 首先你会看到视频出现两个帧 那么你第一帧 我们看一下拖动一下 看一下你需要你的菜品在中间显示 那我们先拖动到中间 然后随着时间的移动 比如说一秒的时候它没有任何内容 那么你看一下你前一帧 可以把这一帧编辑复制一下 回到一秒的时候 编辑粘贴一下 那等于说这边就是静止的 然后你到第二秒的时候 或者说一秒半的时候 突然间跳到第二个菜 然后你再让它移动一段时间 注意这个帧 记住它的时间 你可以选中编辑复制 然后你继续移动 相等的时间 然后这边选择这个位置粘贴 注意这边我们选择编辑 一旦你复制之后才会有粘贴 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你把这个帧选中 那我们这边呢 只要记住它的时间 这个是2秒29 那你在这边加一个帧 它就会直接记录你上次的 这个2秒29的这个时间 那注意这边我们是2秒05 那你回到后边的时候 选择这个帧 然后你把它的时间呢 也改成2秒05 这样中间就是一个静止 然后我们继续 在这个菜品进行之后 移动一段时间 让它出现下一个菜品 实现一个快速的出现 那这边3秒27记录一下 然后你继续一段一定的时间 3秒27静止 然后继续让它快速的出现下一个菜品 然后我们继续移动 注意记录它的时间 5秒15 然后继续去移动 一定的时间固定5秒15 然后继续移动一段时间 出现下一个菜品 那做到这里相信我们已经够用了 那这个帧我们右键 可以将它切换到定格 这样子后边就完全不动了 那可以先看一下 静止传菜 静止传菜 然后静止传菜 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结果 但是可能说动作不够快 我们把整体选中 一起拖动 那如果你一起拖动的话 等于说是把这个针进行移动 这边我们选中 按住键盘的out键 苹果的话按住opt 按住opt键 你可以把它的时间整体缩短 比如说你缩到更短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再稍微往前移动一点点 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时间出现设的效果 当然这些针选中 你可以去右键 关键针辅助 加一个缓动 打开我们的图表 这边我们可以在图表上面 看到这个控制点 点非常的多 我们可以拖动一下 然后人工调一调 比如说它的速度 因为这边比较的小 所以我按一下键盘 ESA下方的波浪键放大一点 这样子我们拖动这个点的时候 更加容易看到你整体这个端点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的时间轴这边也稍微的拉大一点 这样子看的更明显一点 找到中间的这些点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拖动之后 很快到很慢有一个变化 回到我们的图形 按下波浪键 回到上边 当然在动画完成之后 这个视频上你可以进入时间效果 这边你可以去加一个CC 强制运动模糊 那可以看到运动模糊增加之后 你的视频就在运动的时候 它会有更加漂亮的这种运动感 这边可以关掉 当然这边也有像素运动模糊 你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运动模糊之后 产生的变化 画面会更加漂亮一点 所以我们掌握了这些技巧之后 那么你自己在做一些快慢镜头的时候 可以用各种方式得心应手的去制作 比如说我们这段车手的视频 你就可以说正常的速度进入到整体的赛场 那这边可以看一下你正常的速度 然后你可以右键去启用时间重音射 所以时间重音射的话 我们看一下你之前正常的速度到这边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去加一个帧 那么在进入高潮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华丽镜头的时候 这边有点长 我们再稍微的快一点或者说慢一点 那这边我们就正常的速度 然后继续正常的速度 再加一个帧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它运动的瞬间 我们再加一个帧 那这个时候让它慢一点 你就拉长一点 然后后边到结束 所以我们看到正常的速度 然后一个慢动作 然后回去 当然这个慢动作持续多久 我们自己呢 去把控中间的长度 当然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时间重音射可以控制之外 那涂藏自身 关掉时间重音射 你也可以用时间伸缩 比如说进入到 比如说这个高潮的时候 我们把多层复制两份 这一份作为完成 放在最后 先找到完成的地方 落地的一瞬间完成 那这边是最后的一部分 中间是我们这个高潮部分 那这样我们看到 当它伸展开的时候 这一段我们也将它裁剪一下 裁剪一下 然后你确定好拼接的位置之后 这个是起始的位置 所以三个画面目前 从头到尾 你已经衔接上了 那中间的地方 我们去右键时间 时间伸缩 这边我们让它 比如说200 或者说50 想快想慢 就自己来控制 我们让它慢一点 比如说25 或者说我们50 让它慢一点 或者说快一点 你都会看到 时间长短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继续撤销一下 右键时间伸缩 这次我们让它 拉伸200长一点 然后你再把头和尾 在时间线上进行对齐 这样你的这个动作 突然间变慢了 然后后边继续 回到正常的速度 所以多种方式 都可以改变我们的时间 只要掌握它中间的 这些运动 还有它的图形使用技巧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 设置自己的快慢镜头